哈囉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來聊聊熟成牛排 那麼熟成牛排呢,是一個可以在自己家裡面 就把牛肉變得更加美味的方法 那我們今天主要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呢,是介紹熟成牛排 到底為什麼比一般的牛排好吃 第二個部分呢,是告訴你如何在自己家裡面做熟成牛排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馬上開始吧! 那麼首先第一個,到底什麼是熟成牛排 熟成牛排真的有比較好吃嗎? 簡而言之,是的,熟成牛排是科學認證上 絕對比一般的牛排還要好吃的東西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人的舌頭是沒有辦法吃到太大的分子的味道的 這個我們之前在海鮮裡面也有講過 真的可以讓我們的舌頭感覺到美味的 通常是小分子的胺基酸 那麼肉的組成呢,主要是蛋白質 蛋白質是一個大腸鏈的大分子 這個大分子呢,主要是由各種不同的胺基酸所組成的 那人的味蕾,雖然說沒有辦法吃到這些蛋白質的味道 但是我們是可以吃到胺基酸的味道的 但是肉裡面呢,同時也含有這種黃色的水解酶 或者是我們說的酵素 所以只要時間過的夠久 這個酵素就會自然而然的把這些蛋白質剪成一段一段的 變成小分子的生態或者是胺基酸 這些就是人類的舌頭可以感覺到的味道的 所以要是這些小分子越多 你就會越覺得這個肉的味道非常的富裕而美味 這個就是熟成牛排最大的魅力 那麼熟成牛排除了剛剛講的小分子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風味的濃縮 一塊肉在熟成的過程中 會有大量的水分從肉裡面揮發出來 那因為水分蒸發的關係 整塊肉的體積就減少了 但是雖然體積減少了 但是它裡面的胺基酸小分子 還有肉本身的油脂成分其實是不會跑掉的 所以這塊肉本身的風味 還有它的油脂的富裕程度都提高了 那麼對店家而言呢 熟成牛排這麼貴 其實真的是有它的道理在的 因為這個水分揮發的過程 肉的體積變得少了嘛 那表面又會形成一個很硬的硬膜 那這個硬膜其實也是不能吃的 所以最後都是要切掉跟丟掉 所以對店家而言熟成牛排的成本其實是非常高的 所以賣得貴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那麼再來第二個部分 熟成牛排有沒有可能在家自己做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有風險 我們剛剛有提到 熟成牛排這個水解蛋白質的過程 其實說穿了就是肉的腐化 所以如果你自己在家裡做熟成牛排的話 當然就有食物中毒的風險 但是因為一般的熟成牛排真的是太貴了 所以在美國這邊很多人都會自己在家裡做熟成牛排 那麼做熟成牛排呢 有一些人會去買專用的熟成牛排冰箱 但如果你沒有那個冰箱的話 自己家裡面的冰箱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要用自己一般的冰箱 我會建議你首先第一個冰箱一定要清乾淨 減少裡面的細菌 再來第二個呢 冰箱裡面放的東西不能太多 特別是你熟成牛排的附近 要盡量是空的 這樣可以確保你的牛排可以得到足夠的空氣 而且也可以避免其他食物的細菌 沾到這個牛排的表面上 這個真的真的很重要 再來呢 一般市售的熟成牛排 通常都是熟成四個禮拜 這樣可以讓蛋白質水解成更多的小分子 味道更加的富裕 可是如果你在自己家的冰箱做四個禮拜 真的有點太久了 我非常的不推薦 通常我都是用一個禮拜就差不多了 千萬不要再超過了 不然食物中毒的風險真的會顯著的提高 那麼做熟成牛排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牛肉的選購 牛肉要選的越大快越好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買那種還沒有被切成牛排的肉 如果買不到的話 買切好的牛排回來也是可以的 只是切好的牛排 因為它水分容易流失的關係 通常做出來會比大塊的牛肉還要再乾一點 就會比較柴 但是味道還是非常的豐富的 再來第二個呢 牛肉買回來一定要清洗乾淨 包括你所有要做熟成牛排的容器啊 袋子啊都要洗得非常乾淨 因為大部分的細菌都是附著在肉的表面 如果肉的表面乾淨了 這個肉就沒有太多的細菌 可以在熟成的過程中造成它的腐敗 再來如果你要做熟成牛排 牛肉買回來千萬不能夠冷凍 因為我們要用的是用牛肉本身的水解煤 去分解它的蛋白質 如果牛肉冷凍過了 它裡面的酵素都死光光了 這樣就沒有辦法做熟成牛排了 然後再來呢 現在一般在家裡面可以熟成牛排的方式 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是乾式熟成 第二種是濕式熟成 第三種呢是奶油熟成法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講 首先第一個是這種乾式熟成牛排 乾式熟成牛排呢 就是牛肉買回來洗乾淨之後表面擦乾 然後你要把它放在一個這樣通風的容器上 那我喜歡在牛肉的表面還有這個容器裡面都加一點鹽 因為鹽可以吸收多餘的水分 然後也可以吸收臭味 如果這個牛肉不幸的稍微滲出一點血水的話呢 它就可以幫助我有效減少異味 我覺得是蠻實用的啦 那因為我沒有買到太大塊的牛肉 所以我買的是這種已經切好的牛排 那這樣牛排熟成起來呢 就會容易比較乾一點 所以如果可以買到大塊的 要記得買大塊的 那這種乾式的熟成牛排呢 畢竟就是一塊肉放在你的冰箱裡面一個禮拜 所以它其實腐敗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所以有第二種是這種 濕式的熟成牛排 濕式的熟成牛排呢 就是像這樣把牛肉放在一個密封的保鮮袋裡面 如果你有真空機更好 就是這個肉呢 在沒有辦法接觸到其他的氧氣的環境下 在袋子裡面呢 自己熟成7到14天 這樣做的牛排呢 雖然不像乾式的熟成牛排一樣 可以有水分的揮發造成風味濃縮的效果 可是它那個水解酶 水解蛋白質的效果還是在的 所以這樣的牛排做出來還是非常好吃的 再來第三種呢 就是奶油熟成牛排 那麼這種奶油熟成牛排呢 其實就有點介於乾式牛排跟濕式牛排中間 它就是在這塊牛排的外面 覆蓋上一層厚厚的奶油隔絕空氣 那因為沒有空氣的關係呢 肉比較不容易腐敗 那因為沒有空氣的關係呢 水分也揮發不出去 所以它就沒有我們剛剛講的濃縮風味的這個好處 但是同時它肉的肉汁也不會減少 而且呢 牛肉本身還可以吸收奶油的香味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人 是可以嘗試看看奶油熟成的 應該是很不錯 好然後再來我們來看看我自己做的熟成牛排 我把這個乾式的熟成牛排 在冰箱裡面放了七天之後 拿出來就會變成像這樣 你可以看到呢 肉本身的顏色已經變得非常的深了 這是因為肉表面的水分已經揮發掉的關係 好那麼這塊肉呢 在冰箱裡面待了七天 但是其實聞起來是沒有任何的意味的 如果你聞起來呢 覺得有點腐敗的味道 那那塊肉就是真的壞掉了 麻煩丟掉 不能吃真的不能吃了 那如果你拿出來的牛排呢 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那恭喜你得到了一塊熟成牛排 那我們接下來呢 就把它表面太硬的地方給切掉 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把它煮熟了 其實吃起來是有點像牛肉乾嘛 是沒有到真的太糟糕 但是一般的人是切掉不吃的 那因為這塊牛排已經很乾的關係 所以它煎起來可以很容易產生梅納反應 你看這個牛排的顏色可以煎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腫 那可以看到這個牛肉裡面呢 顏色還是蠻鮮豔的 可是它沒有一般的牛肉那麼多汁 因為我用的牛肉不是大塊的牛肉 所以水分都跑掉很多了 這個比較沒有辦法 但是雖然比較沒有肉汁呢 但是這個牛排吃起來真的風味非常非常的富裕 你會覺得滿口都是那個牛肉油脂濃香的味道 真的是一般沒有熟成的牛排完全比不上的喔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我希望這個影片有幫助到你 如果喜歡的話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